狂飙孙岩,拍戏十四年成坏人专业护仍不火,神演技也被长相拖后腿。 狂飙开机前,制片人带营对着一大伙演员说,好演员的春天就要来了。 真是神预言,狂飙立好一众好演员,孙岩就在其中。 他把唐小虎演活了,这是一个年龄跨度达到二十年的角色,孙岩把他设计得很自然。 2000年,唐小虎是一个小矛头,小混混,跟着哥哥唐小龙虎做飞围,莽撞旺围,是哥哥的无脑小弟。 2006年,哥哥进监狱后,唐小虎被迫独立,成为高启强身边的保镖,意气风发,颇有爆发护气质。 2021年,唐小虎见过不少大风大浪后,成熟稳重不少,成为高启强的二把手,最后为保护高家人而牺牲。 三个阶段,层层递进,人还是那个人,但是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从早期的憨直无脑,到中期的狠立决断,再到后期的沉稳可靠,孙岩的演绎的确有两把刷子。 不愧饰演了14年戏的坏人专业户,孙岩是专业的,把自己牢牢焊在反派角色中,靠演恶人杀出了重围。 孙岩演绎的坏人,别有一番魅力所在,刚开始怎么看怎么丑,但看进去之后就觉得,怎么还有点帅。 这一路走来,孙岩幸运也不顺,她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,拍戏正好契合孙岩的个性。 每次接触到的是不同角色,不同演员,充满新鲜感。 但孙岩的长相给演艺之路无形之中设置了重重关卡,她的一个业内的同学也很感慨,我经常说她是生不逢时,毕业就赶上小鲜肉的潮流。 作为演员,要保持专业能力过硬的这一基本盘不变,红与不红的便是把握不了的。 稳定的不是功名利禄,而是记忆傍身的本事。